中共近年大力发展监控科技,引发不少隐私争议,即腾讯旗下的APPQQ浏览器,被质疑偷拍用户后,又发现百度输入法,竟有一次偷偷录音的现象。 有民众使用中国厂商推出的VMonex手机,发现使用百度输入法时,在没有任何其他动作的情况下,萤幕顶部会显示百度输入法正在录音。 中国媒体报道,有民众使用中国厂商推出的VMonex手机,发现使用百度输入法时,在没有任何其他动作的情况下,萤幕顶部会显示百度输入法正在录音,引发大陆网友关注。 对此,百度输入法团队指出,初步判断输入法,做了语音麦克风预热的优化,目的是为了加快语音启动速度,解决之前用户反馈的语音,识别漏字问题。 该团队强调,这个优化会,使VMonex系统认为,我们,已经开始录音,但其实百度输入法并,未进行录音。 这是VMonex手机第二次发现软体。 有疑似窃区疑似问题,先前用户已发现,在该手机使用QQ浏览器,打开某些网页时,会让VMonex特殊设计的升降式前置镜头自动弹出,似乎要拍下用户的一举一动。 腾讯QQ浏览器技术团队后来发表声明称,经过他们多次的二次测试,虽然前置镜头在使用一些浏览器时会升起,但是强调并不会拍摄极录影,是某些需要获取摄像头的引述的网页才会启动,但也不是完全升起。 公司绝对不会泄露用户的隐私,但也有网友怀疑其他手机因为没有这个单起装置,个人资料被外留了也浑然不知。